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 新创除了热血创意与火力 其他重点让长辈告诉你 欢迎收听杨佳长辈经 未来的新创拼图 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邀请 这个数冠影响力投资的执行长杨佳彦 他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来杨佳彦请跟大家打声招呼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杨佳彦 不太对啊 那我今天到底是主持人还是来宾 今天是主持人兼来宾 那我干脆就先合体好了 那今天的这个题目 因为是我过去的专场 我想从这个 整个全球景气的这个走势 然后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四个关键词 来谈未来十年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些经济跟产业的趋势跟课题 那我先跟大家讲这四个关键词是什么 第一个关键词叫做通膨 那我想大家应该不难在最近的这个包装杂志跟新闻上不断看到很多这一类的讨论 那第二个关键词是三分之一对三分之二的对抗 其实我要讲的是整个中美的这种经济的阵营的对峙 那三分之一代表的是一个专制的经济体 以中国为首 那三分之二代表的是民主的体制的这个经济体 那以欧美日为主的阵营 那这个世界在未来十年你看到的它不是走向越来越平 而是一个二元化的对峙的一个问题 那它对整个经济跟产业也会有很多的影响 那第三个这个关键词啊 我把它叫做世代交替典范移转的第二个十年 这个其实就是在讲我们的人口啊 每隔十年这样不断的结构改变 那其实有很多这个新生代的一些需求想法 已经慢慢会成为不管是市场或者是产业 甚至是政治的这个选举的这个投票意向上 都已经有越来越大的一些影响了 那这个典范移转的第二个十年 对我们未来的发展 也有很多经济跟产业的意义 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 那最后一个关键词叫做ESG风潮 那E就是环境 S是社会 G是治理 那也就是最近也非常流行的这个 企业社会责任 应该要落实在他们的整个关系人的这个利益平衡的管理上面 那这是今天四个关键的主题 好 那现在我就先从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来开始讲 其实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会像几个主要的经济体 美国欧盟中国跟日本 它的影响跟这种新兴经济体是不太一样的 那可能会有人好奇说 为什么这通货膨胀就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就紧接而来 其实这个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这样 就是新冠疫情一爆发 全世界非常的恐慌 结果各国下药下得太猛 不管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或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他们下药的这个程度跟力度 跟过去十年前的金融大海啸相比 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是金融大海啸一托托了十年以上 那新冠肺炎呢 其实就在这两三年之内 它慢慢走向流感化 所以也就是说 你本来是下猛药 是治十年的病的这个猛药 结果没想到这个病 并没有那么严重 它只有两三年左右的这个病状 所以这个药下得太猛 就导致美国出现了一个 四十年来少见的物价上涨率 已经四十年来没有看过这么高 最近一季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物价上涨率 已经高到8%以上 如果你扣除这个波动比较高的这种能源 跟粮食价格 我们把它叫做核心物价指数 它的年增率竟然也高达6%多 超过6.5% 那就表示说 其实这个是万物起涨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美国的这个工资上涨率 也已经高达6%以上 那表示什么 表示其实经济受疫情的冲击 并没有那么大 可是美国下药下得太猛 印钞票 还有财政的支出大幅的增加 导致美国经济过热 结果现在即使大半的劳动力 在疫情之后慢慢回到劳动市场 那还是这个视求人 也就是说劳动力还是不足 所以整个劳动市场的工资的上涨的情况 非常的严重 那它也就会推升我们的物价上涨 所以如果再加上意外的这个乌俄战争 那整个能源跟这个粮食的价格 也都跟着推升 所以就导致了现在大家对美国本土 美国人对联准会 其实骂声不断 有的是在亏他 有的是在骂 因为他们认为 把物价上涨率 失控到这样的这种地步 其实真的是对基本的 这个经济情势有错误的判断 所以其实现在联准会 他就要快速的修正 快速的修正的意思 其实就是收银根 那收银根收得快的话 现在会发生什么事 现在就会发生 银根收得过快 那债务高的 或者经济体质不好的组织 或者企业 他们就会遇到比较大的麻烦 因为银根不再那么宽松 所以美国的部分 现在看起来就是 联准会他要快速的收银根 那这个银根对美国来说 很多人在担心 大概两年之内 就可以看到美国的经济 会慢慢开始趋缓 那欧盟的状况比较特别 欧盟其实 他的经济恢复的状况 没有像这个美国那么好 你看他的这个物价的上涨率 其实最近是6%多 但是如果扣除能源 跟这个粮食的话 其实他的核心物价才3%多 就是一般政府希望 不要超过2% 其实他高出来并没有多少 所以其实欧盟的主要的物价 都是来自于能源 跟粮食价格的飙升 那这个跟恶物战争是有关的 那目前看起来最大的战略方向 已经确认 就是整个欧盟 他们要开始加速戒断 对俄国能源的依赖 所以这个俄国能源 事实上对欧盟的这个供应 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大国 主要的来源 那现在如果要戒断的话 其实短期之内物价上涨 对消费还有对生产 对产业的发展 其实都有一些影响 所以大致上目前看起来 欧洲的经济会因为通膨 就是物价上涨的问题而趋缓 不过欧洲央行 如果跟这个金融海啸之前相比 他已经有处理过金融海啸的经验 他现在已经对外宣称 假如因为通膨的冲击 欧盟的会员国 有不同的这种受冲击的程度 他们现在在货币政策上 都可以做出比较细致的 差异化的货币政策 举例来讲 德国比较健康 那他可能会比较可以 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 但是意大利也许没那么健康 因为意大利的国债还是非常的高 比重还是非常的高 那对意大利的货币政策 就不用那么下手那么重 就可以宽松一点 那欧洲央行已经宣示了 他们已经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那中国的部分 目前人民币贬值 美国独强 美元独强 其实对输入型的 这个物价膨胀的压力也是大的 不过因为俄国的能源 现在整个欧美日阵营 如果抵制的话 他最后只能转向亚洲寻找买家 那最主要的买家 就会是中国跟印度 可能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印度已经在喊价了 你的石油要卖给我 可不可以每桶70元以下 我已经开始在喊价了 所以这些大买家 可能有可能可以利用 这样的谈判优势 来稍微减缓他们的 这个因为能源跟这个粮食 而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压力 那日本的话 它是属于受比较依赖 外贸的这个经济体 所以它的经济下行风险 相对比较高 那它货币这些日子 大家也可以看到相对比较弱 所以的确他们也会遇到 相当程度的这个物价上涨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几个主要的经济体 其实他们的问题啊 大致上 虽然程度不同 但是大致上都应该还控制得了 也就是说在风险管控上 应该都还在控制的范围之内 其实大家最担心的是 这些比较是属于小的体质 比较没那么稳健的新兴经济体 因为有不少的新兴经济体 他们的外债很高 他们的外汇存底也很有限 所以这种大幅的国际的经流的流动 对他们的国家来讲啊 不但有内忧也有外患 那内忧主要当然跟通膨脱不了关系 外患就是资金的大量外移 造成货币的波动 那个会让他们的经济 受到比较大的这个金融的动荡的风险 所以其实这个国际货币基金IMF 他们也已经开始在留意这样的风险 最坏最坏的情况也不排除 可能会类似这一次的乌俄战争一样 会用各国全球合作的方式 来共同处理这样的金融波动风险 所以可以这样讲 通膨这个关键词 我如果总结 我们现在对经济的可能影响 就是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也许在两年之内 大家会看到全球的经济 跟此刻相比 可能会稍微的趋缓 也就是说经济的下行风险 会因为通膨而提高 这是第一个关键字 那第二个关键字 我刚才讲 三分之一对抗三分之二 世界不再是平的 它其实起源 真正的导火线 是这一次的这个乌俄战争 原本乌俄战争的看法是这样 因为认为乌克兰很难对抗俄罗斯 所以军事的部分 欧美日阵营不直接介入 但是在经济上想要制裁他牵制俄国 但是因为几个重要的盟友 都还非常的仰赖俄国的能源 所以有很多这个经济制裁 其实都是雷声大 雨点小 比如说那个国际的金融的资讯的 这个平台 说要抵制俄罗斯 但是排除了很多重要的项目 比如说原油的交易 天然气的交易 所以其实这个国际金融交易的 这个制裁 它事实上是相当局部的 而且其实程度有限 不过现在整个情势有点翻转 因为现在在军事上发现 俄国其实整个军事的这个能量 不如想象 也就是说俄国在这几十年来 已经整个军事进步越来越缓慢 反而欧美日的军事科技 跟军事能量已经明显赢过俄国 所以俄国在军事上已经倾向不利 所以最近的消息已经出来了 欧美阵营有可能要加大经济制裁 为什么 落井下石 要趁机再重创俄国 其实我认为欧美日的一个重要的目的 是要让普丁下台 俄国要换人执政 这个是目前欧美日的目标 也就是说他们的目标又提高了 所以现在的这个经济制裁 应该在后续有可能会加大 那其实这些经济制裁啊 中国啊台湾啊都看得很仔细 为什么 因为啊大家都讲 今天的乌克兰可能是明天的台湾 今天的俄罗斯有可能是明天的中国 所以啊他们都非常仔细的看 那中国也在看 欧美阵营会怎么修理俄罗斯 所以现阶段看起来 未来中国中国目前习近平是不可能屈服的 他们现在喊出一个习近平的政策 内部的反对声浪非常的大 叫做东升西降 所谓东升西降的意思是 他认为西方的世界根本是一大群人 在迪士尼玩的一大群软烂的这些文明人 他们根本威胁不了中国 所以你看哦 乌俄战争发动之初 其实中国还跟俄罗斯发表共同宣言 说他们之间的策略关系没有上线 那其实原由就是因为 习近平的这个团队相信 东方的力量在兴起 西方的力量在衰退 那目前这个判断已经 内部已经引起很大的这个怀疑甚至反对 所以其实习近平现在遇到的问题也不小 那不管怎么样 那中国大概会开始在各种体制上 会慢慢想要走向独立自主性高的一套 那避免将来如果两边的阵营起冲突跟对立的时候 他会沦落像俄罗斯这样被全世界被西方阵营修理 所以这样的这种这种对立啊 有可能在未来就会迫使很多产业或企业 他们要被迫选边 那我先讲 其实三分之一的市场也是很大的市场 你被迫选三分之二放弃三分之一 这个都只是短期的不得已 长期来说企业一定想通吃 所以现阶段的话其实大型的企业啊 他可能在这个风头上他会选边站 他可能会先退出中国市场 或者低调在中国市场的营运 然后加码像印度这样的这种战略国家 那小咖当然原本是希望两边都压嘛 然后莫不吭声 慢慢自己做就好 自己赚就好 不过因为近期中国的这个 我讲其实我讲了大概五六年以上 中国的这个世纪泡沫远远超过 让日本消失两个十年的大泡沫 也就是说他有三大泡沫 产能的泡沫 防市的泡沫 还有金融体系的泡沫 这些泡沫在习近平当时没有想办法 消肖种的情况下 其实反而有一点变本加厉 所以现在中国要进入一个后泡沫 消肖的阶段 这种消肖的阶段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不再是过去那种 你随便投啊 在风口上连猪都可以飞的那种年代 那种年代已经消失了 后泡沫时代其实是一个市场盘整的一个大局势 也就是说体质比较差的 二三线的企业会被迫退出这个市场 那体质比较好的这些大咖 一线的这些数一数二的企业 他可能反而会因为后面的竞争者退出市场 他得到更大市场的份额 所以现在就是在这个洗盘的阶段 所以以中小企业来讲 其实我们很多台商在这段时间也都纷纷回来了 有很多原本在中国就业发展的这些人 其实他们这段时间也大部分都回来了 那也是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 已经走向后泡沫的第一个十年 其实我最近才看到谢金河 他用了一个非常爽动的标语 他说美国独强世界必有大事 中国将走进类似日本的消失三十年 标题虽然很爽动 但是其实它的结构性的问题 这个跟我的看法是类似的 我个人是认为 中国目前就在这样的一个阶段 但是我想过几年之后 等到风头过去了 比如说乌尔战争也结束 那中国开始比较专注地处理他们内部的问题 因为短期之内 它应该也不会引起国际的一些争端 那几年之后可能这些大企业 有可能会再想办法再重返中国的市场 所以三分之一他们也要 现在选三分之二 但是并不表示三分之一他们不要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这种两军对峙 就是二元化对峙 其实有一些新兴的产业 它更有机会发展起来 我这边特别想要提的就是 区块链跟加密货币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乌尔战争 俄国被西方阵营修理得非常惨 用的全部都是金融的手段 中国已经看到 所以中国一定会请全力加速 在区块链跟加密货币上 希望能够想办法让自己独立在 欧美西方掌控的这个金融体系之外 照样可以有正常的金流跟经济 跟金融的这个活动 所以这种阵营的对立 其实反而让这个主题领域的一些新系统 它在这未来的十年有机会加速发展 其实未来就是如果对这个领域有兴趣的人 有可能就可以多观察 中国在这方面的投入跟发展的现象 而这些中国发展的这些进程 也会进一步的扩散 影响整个欧美日其他的这个经济体 所以我认为这个两军对峙啊 阵营的这个对峙啊 对新兴产业的发展也有一些影响 那既然谈到新兴产业 我想提一下 第三个关键词 世代交替典范移转的第二个十年 那它的缘由最主要是人口结构的改变 我为什么说是第二个十年 其实我认为金融海啸发生之后 启动第一个十年的典范移转 为什么 因为旧经济在金融海啸之前 其实他们孕育了一大堆赢家 那些赢家根本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 可是金融海啸之后啊 大家开始思考跟反省 过去的模式到底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刚好也在这个时候 其实网路泡沫时期的很多创新啊 其实经过十年的前程 大家也可以发现 其实在金融海啸前 所谓的行动装置 广泛的进入我们的生活跟职场 对不对 所以这些行动的商务 还有行动的这些经济模式 也开始蠢蠢欲动 也开始萌芽 所以其实第一个十年 就是这个第一个十年 典范移转的第一个十年 我可以说始作雍者 是80年代出生的这个世代 攜手90年代的这个世代 他们的第一次的尝试 他们对旧体制相当不满 对旧有的资本主义的弊病 有很多反省 他们希望改变 那80年代的人 其实他们在网路兴起的时候 他们大概才十来岁而已 所以他们是最早接触 他们是比较早接触网路兴起 还有这些行动商务的这个世代 那90年代跟这个80年代 在上一个十年 其实他们大概是40岁跟30岁左右 所以他们兴起了第一波的典范移转 等于是在挑战主流的系统 所以你在过去的十年 你回想一下 你会发现好多重要的一些意外事件 开始一直如雨后春笋的发生 比如说 我们台北市竟然有医生可以当上市长 那个时候从来没有人相信 他可以选上市长 然后洪仲秋事件 引起了这个白山军的街头抗议 其实这样的力量竟然来自于 手无寸巾的这些新生代 手上没有媒体的资源 也没有政党的资源 他们就可以引发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甚至学生后来占领立法院等等 其实这些都是新生代 利用这些数位工具跟能力 开始对旧体制的一些抗议 他们希望能够做改变 那其实这个时候也搭配了金融海啸之后 有非常多各界的人 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弊病 也开始进入比较深刻的反省 但是这一整个典范移转 我可以说这个十年 其实是一个非主流 想要挑战主流的一个局势 那结果是什么 当然就不会太成功了 所以你过去几年 你几乎可以点名 讲大数据 物联网 智慧家庭 智慧城市 AI 区块链 AR VR XR 这些东西我想问大家 过去十年 有很突破性的进展吗 还没 因为那是第一次的初步的 创新变革的尝试 但是现在呢 COVID-19之后的接下来十年 我先说 80年代的出生的这个世代 已经50岁了 到2030的时候 90年代已经40岁了 90年代的世代 然后迁徙年的世代 也已经30岁了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整个社会的消费市场 还有产业的从业人员 甚至选民的结构 已经是以这些新生代为主了 所以我可以这样讲 现在的第二个典范 移转的十年 他们要挑战主流体系 更有底气 但是啊 这个局啊 还是一个非主流 想要冲击主流的局 那我只能说 未来的有些进展 有些主客观条件到了 会比较快 有些主客观条件还没到 会比较慢 比如说我们讲 最近这最热门的两个主题 一个叫区块链加密货币 另外一个是元宇宙 我的看法就是区块链会比较快 元宇宙会比较慢 因为元宇宙才正要开始 然后元宇宙会领军造成改变的 领军想要创造改变的 将必须是迁徙世代 跟迁徙世代的人 慢慢在市场 在产业 在政治的这种选票上 占有相当的影响力之后 我们才会看到比较大的进展 那这个是第三个关键词 我想要讲的 那第四个关键词 我想要提的叫做ESG 那ESG的风潮 在这几年 其实产业界的人 听到耳朵有点快长茧 那他们也有点紧张 因为有很多中小系列在问 这到底是什么 其实简单的说就是 对资本主义的整个弊病 跟不足的一个 更深层的一个检讨 你看我们现在 为什么会讲气候变迁 讲环境污染 我讲气候变迁 我们过去的一个世纪 我们把地质里面的碳槽 就是这些石化能源 全部拿出来烧 结果这些碳 全部都被我们用掉 烧掉之后排到大气 大气层 所以才造成所谓的温室气体 跟气候变迁的客体 那现在在想的 就是在想说 那接下来 我们可不可以再把那些碳 从大气里面抓回来 所以海洋也许可以抓碳 土壤农业也许可以抓碳 森林也许可以抓碳 所以现在其实这个碳的问题 因为气候变迁变得很严重 所以大家开始不再依赖 自律精神的CSR 就是企业社会责任 而决定把它定到 政府的法规里面 所以你看 你现在如果排碳过于严重 除非你有碳权 不然我就给你磕碳税 所以当政府已经采取 这样的游戏规则的转变的时候 它就不再是企业社会责任 这些问题全部变成 股东权益的问题 所以这才会造成说 现在的ESG 好像企业更积极参与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过去的十年 我们发现 仰赖企业自律的CSR的路线 是失败的 所以现在开始 要在政府的法规开始定定 所以如果你不遵守相关的法规 你的股东权益是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ESG 就在这几年就变得越来越兴盛 但是我要讲的 这个ESG其实它后劲十足 为什么 其实跟前面的那个新世代的交替是有关的 我简单的说 我们台湾最近立法院通过一个法案 就是我们的公民权要降到18岁 大家知道 如果我们的公民权降到18岁 就表示18岁的年轻人 高中毕业生已经可以投票 你知道这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这最大的影响是整个选民结构有了重大的改变 40岁以下的台湾的选民已经明显过半 所以我想问大家 这些选民遍布在各个行业里面 也遍布在各个主要的消费市场中 那未来这些年轻世代 想要的还有他们想要解决的 这些想法跟方向 需求的方向 慢慢就会成为社会 甚至我们的政策法规的重要的方向 那其实大家应该不难发现 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的企业崛起 他们的品牌主张都越来越重视周边关系的关照 比如说鲜乳房 鲜乳房其实很重视动物权 因为它主张落农要好好照顾牛的健康 健康的牛才能分泌健康的乳汁 才能做成好的乳品 那环境权也不要说了 从几年前 折折这个群众募资平台上 爆红的这个好日子食物袋 其实它就是可熬折的便当壳 它要大家买外食的时候 不要制造容器垃圾 我们现在我们数换投资的公司 有一家叫佩克家 它也鼓励消费者 你可以选择多次使用的循环袋 它鼓励企业内部的供应链物流 可以使用循环包装 它鼓励外送的店家 你可以使用消费者可以归还的这种循环箱或循环袋 所以像这一类的这种企业越来越多了 为什么 其实就是新的世代支持这样的趋势 他们用他们的消费者的角色 他们用他们产业从业者的角色 还有他们用他们的选票 会来支持他们认同的这些理念跟方向 所以ESG我要说的 它绝对不是一时的现象 它绝对是后劲十足 好啊 那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我今天就用我刚刚讲的这四个关键词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认为未来十年你们会不断的碰到的一些改变以及趋势 那第一个是通膨对整个经济产生的影响 那第二个是三分之一对抗三分之二的经济阵营二元化对立 它也会对我们未来十年的生活产生影响 第三个是世代更替 典范移转正式进入第二个十年 会有很多新的改变 那第四就是ESG的风潮 绝对不是短暂的现象 它的后劲十足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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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